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耀才證券和諮商所合辦的節目 播種季節章節, 認識農產品求支101 這個題目, 說真的, 是我最弱的題目, 農產品 但不要緊, 在我身邊一樣有資深專家皮亞斯 跟大家去解答農產品方面的由入門到深入的問題 在這一集來說, 先講一些入門的東西 希望大家對農產品方面的知識, 認識不深 透過這一集來說, 起碼可以有初步的認識 未來的, 如果有機會的, 反映易烈的 就再由皮靠一下, 跟大家講多一些 深入的知識, 事不為疑辭給你開始說 好, Thank you, Marco Marco 今天很心情地介紹了出來 今天的題目是講農產品 在開始的題目之前, 也要講一些風險聲明 今天講的產品是一些槓桿的產品 所以大家在投資的時候, 會面對著槓桿的利潤 或者槓桿的虧損 所以今天講的, 大家要衡量自己的風險 能夠接受到 而今天的內容不是一些 邀約、宣傳、勸友、推薦的一個行動 只是一個格的行動 如果大家對這個題目有興趣, 或者想投資的時候 需要找一些專業的理財顧問, 去幫你平衡風險 才做投資, 自己想不想一點 我的名字叫譚家康, 叫Piers 我自己做投資組合經理 今天的身份是, 以環球交易所的 客席港資的身份, 和大家做分享 我不覺不覺, 都有十多年的投資經驗 由大學的時候, 讀econ開始 然後輾轉, 自己鑽研 然後投身行業, 在不同的崗位工作 累積了一些經驗 我現在的apply的策略, 是一個均衡的策略 投資在ETF, 股票, 期權期貨, 期權等等 我都會有涉獵的 所以今天講的, 我分享的內容 可能會平衡一些 讓大家多幾個角度去思考投資的產品 今天的內容其實都不少 如果大家覺得 Powerpoint 幫到大家的手 可以歡迎到我Facebook 留言 問我拿回 打回今天的日子就可以了 打回日子就可以問我拿回 Powerpoint 你去Facebook Search Piers 便找到我了 講到農產品投資的時候 其實有兩個話題, 我們先講 接著下半部分就講一些農產品投資本身的基礎知識 即是講關於農產品的特性 以及他們的週期 兩個故事一定要講 第一個就是講俄烏戰線 會不會提早結束 第二個題目就是美元失勢 兩個題目其實我來這麼多集 都差不多一集都講 因為這兩件事非常之大 希望每一次都會有少少新的資訊給大家 令到大家就不會覺得太重複了 不覺不覺聯邦儲備局又加息 又加了25點子 已經去到16年的新高 即是我之前上一次來講 我都覺得它會繼續加息 只不過幅度會減慢 很多人在三月尾的時候 我和Marco在做關於銀行的風波的時候都講 其實很小事而已 是阻止不了它繼續加息 很幸運 我預測都貼近事實 都是繼續加上去 市場上面 你見到美匯指數雖然加息 但是美匯指數是在低位上徘徊 現在是101.964 這個範圍就是大概在101到102.5中間 又走 在加息 即是我們傳統學外匯的朋友 大家一定會講 息率高的時候 貨幣自然就會好 因為很多熱錢會流去買貨幣 去收下息 但是現在去看 不是這樣 你見到陰陽粥的資質是美匯 其他就是不同的貨幣 分別有歐羅、日圓、英鎊、澳洲紙、紐元和家圓 你見到其實這支陰陽粥 只是比日圓跑贏了一點 這個是年頭至現在的一個表現 雖然有加息 但是其實市場 預期它真的會走弱 會減息 所以它的表現是不及其他的非美貨幣 這一個被譽為新英王的Nio 他是聯邦儲備局的官員 他出來說 在上星期說 說未來應該會繼續緊縮貨幣政策 有需要會再加息 雖然Nio現在不是投票的會員 但是它也有份量 而它之後也有不同的官員 都出來說關於未來會加息的情況 我提到我之前說的想法 就是前幾集都說 其實聯邦儲備局很堅持2% 即是它覺得一天不加爆經濟 經濟爆的話它會繼續加息 你見到之前非常新生職位 其實數字又不錯 失業率又OK 所以它足夠有子彈繼續加息 只不過它加的幅度是怎樣 速度是怎樣 就再看了 好像我們今次說 我們之前已經有一間銀行 又多了一間銀行 是first Republican銀行 又搞定了 現在未來又說會有下一間 其實對於它來說 似乎是無關的 繼續去 但是市場的預期 就好像剛才利率外匯的走勢 看到美匯是比較弱的 市場預期 美國聯儲局是在年尾會減息 減多少呢 減多少呢 減成 由現在5厘減到4厘二半 減75點置 75點置 市場現在意味著是這樣 12月 9月份開始已經會減 距離現在9月份 其實3個多月 現在已經5月中 3個多月就開始見陣仗了 如果3個多月之後不減息的話 市場會有一個震盪 這個就是現在的狀況 講完利率那邊的recap 我剛才講的第一個題目 就是關於美元失勢 先講一件事給大家資訊 就是在粟米來說 其實全世界裡賣最多的國家是誰 第一個就是中國 第二個是墨西哥 第三個是日本 跟著哥倫皮亞已經很少了 其實我們經常講 做生意 誰是最重要的 通常都是客製最重要的 現在客製在中國 客製開始現在有訴求 就想用自己貨幣去交易 開始巴西 之前都講過 巴西開始 就會用人民幣去買賣 增加和中國的交易 除了這個粟米之外 其實除了其他的 有個紫章 就是那些糊那些 有些全球最大的生產商 都是巴西的 他都是說 接下來我們都開始 想用人民幣去結算 因為無論我買客製 或者我其他高應商 都想用人民幣去結算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市場搬去中國那邊 所以開始 美金是不是少少 在交易上 會少了主導地位 開始講農產品 農產品其實有三個 是大的類別 我們是要講的 第一個就是粟米 第二個是大豆 然後就是小麥 在研究農產品的過程當中 我們去看那個價格 其實我們有幾個元素 我們要了解的 第一個就是 種農產品 農產品是一個周期性 播種只要會生 播種是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收成 第三個叫加工 然後運輸 這四個階段 是它的生產周期 我們去研究農產品的價格升跌 很多時候 大家看外國的財經雜誌都會說 接下來那邊有風災 所以播種不好 或者某個地方 好像巴西那邊下雨下很多 所以收成這樣做就不行了 這些全部關於種植事 所有因素 令到它種植種得不好的話 可能大風大雨或者水 或者旱災 都是會令到大家市場 預期的價格會有變動 當然有些天災 當然是令到收成會差 收成會差的時候 價格自然會上升 在收割的時候 通常有些例子 看到某些收割的農民 把缸影響收穫 加工如是者 都有些人的元素 如果牽涉到工潮等等 都會影響到農作物價格的上升 第四樣就是運輸 運輸之前都不會太多問題 但是因為 這個搖滾戰線之後 令到整體的運輸價格上升 令到農產品的價格都會受到 對於運輸成本而影響 我剛才說過 第一個phrase 就是講奸鑽 奸鑽農產品種植物 不是這樣審下去 水以外還要有肥料 這就是肥料的價格 參考CMG的產品 你見到其實 價格是一個頭肩頂的狀態 你見到2022年2月的時候 當時肥料 一度抽升到880 但是現在 穩定下來 就去到370的水平 這些因素 是很直接影響著農產品的價格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另外就是這個運輸 剛才提到 就是運輸是其中一個很重要 近年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 因為奧鑽戰線之後 令到那些船的問題 現在雖然改善了 但是在我們看生產物價指數裏面 在這些運輸農物的船隻裏面 那個價格仍然都在高位 都還沒有回落 跟大家講第二個主題 就是講俄烏戰線 這個主題其實都 有時候我現在經歷過 看過多了新聞 有時候我們聽這些 我們應該抱視一個 立體一點的角度來看 其實可能這些資訊 是未必是真的 但我們由這個角度 先看看 在5月11號的時候 大家都說 烏克蘭會否反攻俄羅斯 習年司機就說 現在時候未到 究竟是否真的打 還是打了未 真是沒有人知道 為甚麼 有看新聞的應該會看過 克里姆林公 克里姆林公有兩架 無人駕駛的直升機 打算襲擊克里姆林公 最後被擊落了 你有沒有看過嗎 沒有 沒有看過 那一幕當然 有些人就說 肯定他開始反攻 為甚麼會 這件事 有些人就說 這是偽奇行動 我說在烏克蘭 其實是自己 嚇自己 因為他在屋頂爆了 當時 好驚不是在 克里姆林公裏面 所以 這件事究竟 是否真的發生 就真的不知道 但在背景之下 其實因為西方 這段時間 都提供了很多新式武器 由開戰初期 只是給一些單兵武器 即是一個軍人自己托著的武器 去作戰 到後期 已經開始多了很多武器 現在連戰鬥機 都給過了 然後連長程飛彈都給過了 所以其實整體上 現在某程度上 冰門的水平 已經比戰事開始 多了很多 剛才說的那些 究竟有沒有反攻那些 沒有人知道 剛才我有個故事 忘記說 現在在烏克蘭裏面 據報所有媒體 不能夠報導 他們準備反攻的新聞 因為擔心 那些軍情洩漏了出去 敵軍就可以部署 所以他限制所有自媒體 和媒體去報導這些新聞 所以我們在這件事上 很難很立體地看 所以我們先順著一點 第一件事很清晰 就是俄羅斯的僱傭兵 華加勒集團出來反台 在俄羅斯戰線裏 俄羅斯除了正規軍 也會請華加勒集團 去幫忙打仗 這個被譽為空殘盛性 沒有人性的軍隊 他們就說 他現在打算放棄棄守 不再守陣地 原因是甚麼 原因就是 俄羅斯答應給的軍 武器是比不足的 是比得十分之一 即是不能打 還有說俄羅斯正規軍 表現不濟 說他拖後腿 令他們死傷慘重 所以就開始有問題 而這段報導 就不是一個流傳的報導 而是CNN在路透社上面 他主動說這件事 所以在俄羅斯的軍心裏 一定是不穩 即是未打之前 自己都掌握掌握掌 真是對陣就應該有很大問題 recall 上次講的這個 topic 為甚麼我就是說 不要相信那麼多 是否一定真 因為我經常都看這些新聞 有時我都是看著Twitter 看著BBC 看著那些新聞 但另一個新聞 暫時還沒有update 就是當時我講的 五國大廈事物事件 其中我講的 有兩個很重要的訊息 跟現在的現狀很不同 第一件事 就是他說 烏克蘭其實傷亡很多 其實沒有市場講得那麼樂觀 即剛才講的新聞 很樂觀 烏克蘭一定贏 另一件事 就是澤連斯基貪污的情況 兩宗新聞 其實跟剛才那些 你不可以說完全有很多矛盾 但首先 角度一定不一樣 所以我們 立體點去看這些事 因為剛才要講一下長漲的發展 因為長漲的發展會影響著整體整個農產品的出口和供應 先講粟米 粟米這個產品其實是很遠遠留場 1877年應該是一個期貨交易所裡的交易 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期貨合約 主要是在熱帶的地方生長 在海拔12000公英呎生長 在俄羅斯海生長 在北美干旱的地方 好像佛羅里達州都能夠生長 而這個粟米本身是很受 好是大家飲食時常常用 超過50%至60%的粟米是融作伸促 10%是出口 其他有8-10%是人進食的 還有35-40%的農作物是用來做粟醇 粟醇可以做能源 這個是出口的分佈圖 左邊是出口粟米的 你見到第五大就是烏克蘭 烏克蘭就出口第五大 生產第五大出口是第四大的國家 所以烏克蘭能不能夠順利地出口 粟米對於未來價格的情況 都是很大影響的 在種植的過程 以南部來看 3月份開始播種 4月下旬就開始奸鑿 5月份北部那些就完成收割 8月份10月份就開始收獲 大部分時間就是這樣的過程 而多數運輸的時候都由卡車在農村運出來 去到鐵路 接著再到國內的其他客戶 看看這個粟米的價格表現 你看到在澳湖戰線的時候 就是在幅圖中間 2022年2月份 現在其實是回到打仗之前的價格差不多 現在是583元一個合約 到大豆 大豆其實是產量的國家 你看到今次這場戰爭裏面 兩個國家都是Top 10 俄羅斯就高過烏克蘭兩位 他們兩個都是在大豆很大的出口國家 大豆其實在2800年開始種植 公元前2800年 被譽為中國的五大的糧食 1100年就開始引入去美國 接著就開始生產 去到現在每年就有1.18億公噸的收獲 有45%是出口其他地方的 當中美國的大豆150種 現在最主要有收入價值的就是黃豆 種大豆的地方 就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主要就是西部 有俄州、印第安納州、墨西根州 伊利諾伊州、威斯康辛州等等 而主要的出口國家 還有巴西、阿根廷和印度 大豆4月份下旬至6月份就開始播種 9月份就開始收獲 11月就做完 南方的時候的生長就會長些 大豆和遠紅、東、小、墨都可以同時相貴種植 大豆收獲之後 大豆可以種植 看看大豆的價格圖 你看到大豆在澳湖戰線的時候 已經很快上了頂 現在反而更低於打仗之前的水平 講一下小麥 小麥就是這兩個打仗的國家 都是Top10裏面的生產國 第三名就是俄羅斯 佔很大部份里城 建設11% 而烏克蘭就大概3% 小麥的價格相對來說真的很受影響 小麥大部份在美國大部份地方都可以種植 而它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有冬天種 有春天種 小麥因為膽 透過分辨它的不同種類 就看它的膽白質的含量 膽白質較高的就叫硬小麥 低膽白質的叫軟小麥 內核顏色有紅色或者白色 支起雙鎖在1877年開始接受小麥期貨交易 現在支相鎖有三種期貨可以選擇 有支架哥軟洪冬天小麥 SRW 還有KJ的硬洪冬天小麥 HRW和歐盟小麥期貨 你見到在打仗的時候初期 爆升的幅度是剛才兩隻期貨 是沒有得比的 你見到它由760 一升一倍去到360 現在就輾轉了下來 如果打完仗的話 相信對價格更加利淡 是很重要的 剛才講完一些基礎的知識 知道不同農產品的種植情況 以及生長的情況 可以預測 以及不同國家的天氣狀況 都是大家可以去研究 這個農產品的時候 研究的內容 除此之外 要你看這麼多東西之前 可能你都會覺得很難搞 我們可以用簡單偷雞的方法 去看看大戶有什麼部署 大戶部署可以看COTC報告 之前都有分享過 之前有分享在金、油、對面說 但其實農產品同樣地 都有COT報告 COT報告是來自CFTC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公佈的 星期五公佈 就是截至星期二期貨倉位的變化 他就收集了不同的交易所 他會將倉位定義做不同的參與人 分別有生產者、商家、加工、商戶、用戶 這個Category 即是代表用家在行業裡參與人 Swap Dealers 即是調企家育商 有基金經理或者其他 第一個類別就是 我們看農產品多數會看 因為他們才最了解農產品的收穫情況 因為他們自己貨種或者參與 我們可以透過COT報告 看看他們的好倉、膽倉的變化 觀察一下究竟他們的立場是怎樣 另外,剛才提到兩位美金 也要提到利率期貨的工具 就是CME的FatFront Watch 大家可以去看 現在看六月份 我剛才提到的九月份 十二月份 甚至明年的 都可以在那項項上找到 我們講講CME的農產品期貨產品 先講CME是WZC 就是5000泡爾式 即是英斗 就是美金計價 每途0.0025泡爾式 等於12.5美金 它是實物交割的產品 未來九個三、五、七、九月份 都可以交易 另外,未來八個月份 八個七至十二、七和十二月 都可以交易這個粟米 大豆是ZS 就是5000泡爾式 等於大約136公噸 美金計價 每途0.0025泡爾式 每個泡爾式等於12.5 同樣都是實物交割 未來十五個三、五、九、八、九月份 都可以交易 未來八個七和十一月 都可以交易這個產品 大豆是ZS 今天預備的內容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Facebook問我 拿回這個PowerPoint 還有這個 資商鎖網站的工具 如果大家想看多些相關內容的話 有些期權的資源 有些未平出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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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疑瘡位的工具 讓大家做這些測試 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了 謝謝你 皮亞斯 由農產品這個問題 坦白說 對香港來說 真的相對性來說 比較少人說 這次皮亞斯 叫做為我們去 作出一個很入門的介紹 我自己來說 對農產品的認識都不深 我也坦白說 想請教一下 譬如是通脹數據 對農產品的走勢 會不會有些影響 我研究過沒有太大影響 反而是看天氣 或者看當地 生產地 最主要生產地的問題 那個影響會有大一點 可能也是 那邊打荒 或者那邊有罷工 那些因素 會反映得厲害 如果這樣說法 可能是新聞報道員 或者是農夫 相對性來說 他們炒農產品 他們是比我們這些 炒開股票 指數的人 是更加熟狂的 你這樣說法 其實都是 我覺得農產品相對 之前說過那麼多 就是油 金的來說 掌握的難度是高一點的 你看到那個趨勢 每一幅圖都跳得很急 然後走完之後 它又不走 假如用一個很簡單的 直觀的技術分析來說 去操作 其實難度都挺高 反而可能是 可能你是捕捉一個長線 或者可能你是 對沖你 你本身 某隻股票是 農產品的股票 然後你想對沖 那個農產品價格的波動 你在那裡做 可能更容易去處理過 你直接炒農產品 簡單來說 用一個叫做 對沖的立場 去玩這個產品的期貨 可能是會比較好一點 但我自己來說 因為我不熟悉 接觸任何一個產品都是 如果我不熟悉 我第一次一定會 從一個技術分析的角度去看 那樣東西 可以嗎 我自己覺得 如果從一個技術分析的角度 去炒農產品 有些難掌握 坦白說一句 所以我剛才才問你 如果技術分析不行 你會不會從一個經濟的角度 例如通帳數據 甚至是美元 美匯指數 或者是美國尼陸的走勢 去判斷會不會有些走勢 聽你這樣說 不如看報告多 看報告 剛才你的結論就是 會不會是新人報道員 或者農夫那些比較好 某些上他們當然有優勢 但我們看這件事 多數是看報告 究竟今年是怎樣 他會告訴你 美國農業部也會有些報告 說今年播種的情況是怎樣 那些狀況 我們其實都是二手 即是你剛才的模式 就是打算收了數據 回來自己分析 在報告未出時 你已經有你的結論 農產品 我覺得這方面 是有點難的 有些人 我見到會是看下雨 即是他自己會跟天氣狀況 來做預測 你說這個方法行不行 或者用不容易做 我覺得是你做開就可以了 我覺得本身都不是容易的事 那來一看 最近比較熱的話題 就是美國債沒什麼弱的問題 其實你是不是都應該預料 今個月月尾之前 有機會談得到數呢 其實去到最後 在最後都是虛經一場呢 我覺得是虛經一場 今次債務的談判當中 即是談判當中 其實共和黨都很放 都很放 可以了 你肯減一下錢 已經給了你 做到某些事情 我已經一定會OK 還有現在 不是特朗普的年代 共和民主兩黨 那個爭鋒相對 沒有那麼激烈 現在麥卡錫對著拜登 其實是說他 但是那個態度 都是相對比較和諧 都是很容易交氣的 過度 你說會不會六月 再過一兩個星期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不覺得 是一件解決不了事 一定是過得到 基本上市場上 大部分評論都是說 在最後都是虛經一場 但是中間 可能是一兩個星期 你覺得 會不會是借著這個消息 令到市場插一下勁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其實Year to day 你見Nasdaq 都升了二十多個百分 是的 他回一回 其實你現在距離三月尾 即是我們那時候 講銀行那件事 那裡已經升了很多 你去那裡 都有點難度 所以你說會插易勁 我覺得機會比較小 可能會有一個調整 但是現在市場仍然是樂觀 還有剛才我見你一開始都說 未來可能大方向 美元都有機會轉弱勢 因為加息禁尾聲 是嗎 但是我見上個星期 其實美匯指數 都略為短線來講 有些強的 會不會有些什麼原因 其實我反而的結論就是 九月份 你真是市場預期的減息 就是你見到利率期望 它市場 如果以我的看法 就是覺得它會繼續維持著這個趨勢 就是可能加得慢些 或者不加 但是它不會減息 市場會不會那時候有一個 correction 就是九月份的時候 市場大家預期它減息 不減的時候 那些價格會不會 reprise 特別好像NASDAQ 那些會不會跌 就是調整得深一點 我覺得那個位置才是 我會留意的地方 而我覺得美匯指數 我仍然都是覺得是 100至104的區間走 其他地方 美國現在說回會再加息 其實歐洲、英國那些都說 可能我們都需要繼續加息 其實全球的貨幣政策 都是跟著美國這樣走 你看到美國 無論縮表又快的人 加息又加勁的人 其實其他國家不能不跟 所以 美金你說會很弱 我又覺得不會 但我仍然覺得是Range 好 今集就和大家說到這裏 大約三個星期之後 又會有新的一集節目 去和大家繼續分析CME的產品 到時大家再密切留意一下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